那我 我再講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是福耀玻璃大王叫曹德旺 你知道他在2016年的時候 萬科的王石 他們兩個好朋友 他帶他去這一個 就是福建的萬福寺 去參拜 他說一進去嚇一跳 這個是寺廟 因為他們都是禮佛的人 他們一看說 怎麼會這樣破舊 結果那個助詞就說 我們這個其實已經 一千兩百多年 這個是從唐真元 五年 西元七百八九年到現在 經過洪水又經過火燒 沒有辦法就是這樣 他說那沒關係 你要修建 我捐錢 應該要很多錢吧 沒有沒有 就一千六百萬 你老實講 到底要多少錢 老實講到底要多少錢 可能要兩千 那再講 最後 你說吧 四億 總共捐了四億 就捐了四億 所以你看 就是 但他身價現在 已經過了三百億 那我們就來講說 這些 我剛才講這個 我補一下 我給各位看一下 為什麼我剛才特別講一下這個 這個就李嘉誠 所以我說 不只捐 就是說你不光只是捐 你還要虔誠 來參拜 你參拜 所以李嘉誠現在行動不太方便 九十四歲了 九十幾歲了 不容易 不容易 而且你知道這個是不收 不收這個香火錢的 你去這個地方參拜 所以 就跟台灣一樣 對 可以直接來參拜 不像中國都要收費 對 所以你沒辦法用三塊的香火 許三億的願 可以 不用錢啊 這樣不用錢 所以不用錢一樣 許三億的願 然後我特別講一下這個 我剛才在講說 不管是 這個 這個李嘉誠也好 不管是曹德旺也好 大家捐 可是實際上 他在這個地方很虔誠的 就是這個李嘉誠 所以他們特別有蓋了 五間的這個禪室 你知道這個禪室 為什麼要特別講一下 因為大家也知道 李嘉誠的身價 影響力 首富 香港首富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 這個修禪的時候 他們蓋這是防彈的 玻璃也好 鋼材也好是防彈的 那他真正的放鬆 不要擔心有綁匪 因為 大家也知道嘛 他兒子 他都有曾經被綁過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 要不被綁架 你先花 三十億港幣 然後捐助廟 然後有一個禪室 但是我覺得要誠心 還是要誠心 但是不曉得 是不是大家都來慈善事 能夠改變年輕人的命運 我就知道了 好 不過有話說是 辛辰則靈 來看看我們這個白沙屯媽祖 白沙屯媽祖 每次這個 繞境的時候都好多人跟 但你等不繞境的時候 去拜拜的時候發現說 白沙屯媽祖也不是說 多麼的這個華麗 但是幾乎很多人跟他潛心許的願望 也都能成功 所以白沙屯媽祖信徒越來越多 這一次第一次要到嘉義 對 沒錯 那麼白沙屯媽祖啊 剛好之前苗栗拱天公 那麼他們慶祝成立160年 那時候大概台灣要選總統了 能去的都去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幾年以來 粉紅超跑的熱潮 好多好多的相關的信徒 都跟著他走 這一次是應邀來參加 朱鑲320年建成的相關的慶祝活動 朱鑲就是嘉義的救命 所以朱鑲那時候成立320年了 所以他們這個等於說大福新宮 他們在這個去年的12月31號 特別到苗栗拱天公來邀請媽祖 那麼能夠在這個10月這個足足前 他慶祝活動的時候呢 特別波榮 特別來到這個嘉義來 因為這是史無前例的 所以呢 單單來到嘉義了以後呢 你知道在嘉義大概這幾天 都不能開車 為什麼 全部管制大賽車 有好幾萬上萬名以上的這個信徒呢 就跟著這個粉紅超跑的後面呢 跟著走 就好像他在今年的年初的時候呢 那麼這個粉紅超跑的行程 一樣 大家都跟著他走這樣子 那麼他來的時候呢 大概也是這個高興在哪裡 就停在哪裡 包括可能晚上呢 住駕在這個廟裡面啊 駕訓班啊 小學 國中 都有特別安排好啊 讓這些信徒可以跟著粉紅超跑 一起跑就一起走就對了 那麼這次來到了這個嘉義了以後呢 那麼很特別的是還發了 嘉義市政府呢 還特別配合發了2000多個起湖奶嘴 為什麼 因為白沙屯媽祖他很有個性 我最喜歡這個粉紅超跑的白沙屯媽祖呢 他很有個性 他不因為你有錢 你是有錢有勢的這個地位 這個各位還記得嗎 當年有一個所謂的捲入台灣有個大財團 捲入了相關的這個黑心有的事件啊 所以呢 不是準備好了好多東西在那邊排嗎 他到什麼就點了 他就停了 停了繞過去 然後從旁邊就一掃加速過去 所以白沙屯媽祖他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一個神明 他是非恩怨 然後而且他很疼小朋友 所以在有一次的活動裡面呢 一個阿嬤帶著他的這個孫子來 那麼來到了這個現場了以後呢 因為孫子全身會有不明的這個相關的抖動等等 所以白沙屯媽祖突然間停下來 然後靠近這個小朋友你可以發現 他用他的縮 那麼靠近這個小朋友 靠近小朋友的時候呢 讓那個小朋友突然間就感覺到一種安慰 當然你也可以說 你也可以說 那麼是不是因為神明的力量啊 還是因為這個現場的氣氛啊 就會讓他抖動的這個現象呢 因為這樣而減少啊 那麼他非常的喜歡小朋友 我在講相關的白沙屯的神蹟的時候 有一件事情到現在我自己都沒辦法解釋啊 如果你說他不是神蹟那他是什麼 因為他一路往前衝 白沙屯媽祖進入個性 他有時候呢就像為什麼叫混龍操跑 他有時候突然間會加速 他決定要加速的時候 他故意的往前衝嘛 那那個時候扛腳的人 一直往前衝這樣子嘛 他有一次在大馬路省道往前衝 突然間停下來 你知道嗎 撒哭以後隔壁巷子裡面有一個小朋友 那麼家人抱著他跪在那個地方哭啊 為什麼他們擠不到前面來 人太多擠不到前面來 結果一個撒哭 突然間撒哭已經衝過去了喔 突然間撒哭過來 特別到那個巷子裡面 用白沙屯媽祖 他用他的那個神教 就好像一個媽祖娘娘在摸你一樣啊 然後碰觸到這個小朋友 突然間小朋友就不哭 原來是一個有腦性麻痺的小朋友 我問你他怎麼看得到 他那個神教 如果你說他不是神蹟的話 他怎麼會看得到 他已經衝過去了以後 他突然間撒哭在那裡有嗎 特別來為了這個小朋友 跟他安慰他的家人嘛 你就知道那白沙的媽祖 那麼他的慈悲回懷了